荒岸6我们不做 我们做荒岸1 跟文跟回头没关系 好不好 不要讲太多 那我们是学生家长要经过这里 有没有关系 竹子发言是怎样 你最大吗 综合中校里长旅秋冬 新南国小校方及家长会 飞驮社区主委杨中翰 市议员金瑞荣 邱峰瑶 市府交通局 综合区公所承办 一起参与综合新南国小 后门篮球场 改建平面机车停车场 进行第三次会刊 起因在于这一带居民 停车空间不够 是否能将篮球场 改建为停车场 交局一直提倡说 我们一个孩子都不能少 我们每个孩子 是我们每个家长的宝贝 那当然每个各界都有立场 停车也是一个困扰 但是还是希望呢 因为大人解决问题 比较有办法嘛 但小孩如果真的遇到 交通安全的话 事实上他们是很无助的 所以我们在家长的心 甚至真的希望 大家可以在这孩子的立场 然后多想一些更好的方案 那我跟我们的 那个新南国小讲一下 就是说 我该有给你们的都有 学校 社区 我们要互动 这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方向 那我同时跟大家报告 新南国小 这个是后门 并非前门 前门在那边 打篮球 当然对大家很多人来讲 是大家的回忆 第二个呢 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学生 你现在这样一弄起来 听上来弄上来 你万一学生发生什么事情 谁负责 校方家长会递出诚情书 为学生通行安全为设想 中校里长旅秋冬 则是要校方给予附近居民 一个停车空间 而关系到飞陀社区 则是以影响进出动线和活动空间 主张不废除篮球场 会刊的过程 大家各有意见 难以达成共识 而中和区公所承办 历经第三次会刊 说出实情 都市的空间实在不够 规划停车场 真的是难上加难 你还门口不要给你规划 这些大家停车的问题 弄到停车阁 你为了方便谁 我们要方便我们这些 我们的民众啊 方便民众是对 但是话讲话 你叫人家家里怎么活 我现在跟你讲 开罚单 关于新南国小后门篮球场 改建平面机车停车场 6月21号首次会刊 因为达成共识 由交通局规划 机车停车场的方案再研议 7月8号第二次会刊 交通局提出两种停车场方案 还是没有取得共识 再安排第三次会刊 小孩通行安全很重要 休闲娱乐也是必须的 居民不能没有空间停车 现场是爆发了 零星的口角冲突 议员金润蓉 邱峰瑶建议 只能够再演绎 不要在现场考 因为每个现场考虑的时候 每个意见 我们就专家 由专家 由他们代表 由民意代表 大家来选择 大家来决定 我们怎么弄 一定会给学校一个安全的空间 而且不会让它有危险 进出机车不会反览到 他们的学生 上下课的问题 知道吗 我们一定是 因为大家这个是 这土地 这个安全 全部是大家都所需要的 也要机车位 也要小孩童的安全 我们也会并程 三次会刊 这三次我都有来到现场 那也跟大家表达一下 我建议的一个方式 因为既然方案一跟方案二 都没有办法维持共事的话 我觉得 是不是先暂缓一下 那让大家比较有共事的话 再来做处理 我建议还是先维持原案 水泥地篮球场的用地 三分之二属于国有财产署 及三分之一属于新南国小所有 国产署表示尊重地方需求 达成共事 配合办理 但为难的是 都市里的空间宝贵 学生安全 休闲空间 还有停车需求 何者为重 再多的会刊 恐怕也难以达成共事 规划出合一的配套方案 记者林立如 新北采访报道